原标题,绿营名嘴垂须七天造出核弹,台专家怒批在苦当理事报。 环球网综合报道,台湾七天既能造出核弹,不怕大陆威胁,最近有绿营名嘴这样宣称。 对此,台湾军事专家宋赵文怒批这事者又是一和团加糖集合得的可耻欺骗,又丢人现眼侮辱大家智慧。 核弹从开始研发到造出核武,能十年内拥有战力就已经很厉害了。 据台中时电子报七日报道,宋赵文在脸书表示,过去中科院的确有能力制造核武。 1981年后,台湾甚至已制造出少数小型核武产品,但在1987年被前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献毅出卖给CIA。 美国人取走核研锁全部文件,并义水泥车队最重要的不实验室,使试永久性灌浆密封。 当时,在不实验室中,内有生产核武原料不负239的核子反应炉,以及将不负239提炼成核子武器的热室。 美国人把反应炉的重水一氧化二高的俗称与绝大多数燃料棒都运到美国,让反应炉彻彻底失效。 App Survey广告为代码文章内液化中化零八道。 宋赵文表示,事实上,制造有效核子武器是非常困难的。 核子武器进入开发困难度不高,但后续作业困难重重。 首先要掌握制造剂、树,包含核分裂与核融核。 再来就是要有有235及有238的原料,但现在因核能燃料棒被严格控管。 这些原料台湾都无法获得。 另外还需要有核能科技的科学家群与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百人以上团队。 而要找到足够的研发团队人员需要至少两年以上的时间。 兴建布实验室充实各种设备,也至少要两年以上。 宋赵文强调,台湾在国际上被认为有能力制作核武。 但制造核武不是说马上就能做出核弹。 一切条件被拳,最快也要3到5年才行。 加上试报与灾具研发测试等等。 能10年拥有核武战力就算很厉害了,而无法进行试报也是另一个原因。 是,报是核武必须的过程,唯有试报才能验证核武威力。 如今无论地下或海上,全世界没有台湾可以试报的地方。 难不成要在绿嘴的裤裆内试报? App Survey广告为代码文章页视频广告 相关新闻上方合作Bacon 相关新闻上方合作And 相关新闻Bacon 责任编辑张建立